大家好,我是Levy,又來到玩具開箱的環節 今天跟大家開啟的是非常非常紅的鬼滅之刃 不過今次不是炒到離譜的景品系列 今天跟大家開啟的是這套F-TOYS的日輪刀收藏系列 顧名思義這個盒裡的全部都是鬼滅之刃出現過的刀 盒的背面就是這樣 然後今次寫著說是全實種 有沒有機會出第二彈呢? 我想也應該有機會的 鬼滅之刃那麼紅 F-TOYS之前推出了一個系列名刀白話 這個系列中收錄了很多出名的日本刀 例如村正、小烏丸、正宗我忘記了有沒有 總之都是一些大家都很常聽到的 一些很出名的歷史人物或傳說的刀 今次就是這個鬼滅之刃的日輪刀收藏系列 我上網看過之前那一套明刀白話系列 人們說1比12的可動Figures 是不適合用的 會太細把 不知道今次這套是否適合用的 希望它適合用 否則它真的只是一個收藏系列 是不能用來玩的 好 開箱給大家看看吧 好 讓大家看看盒子 這個盒子的頂部 側面沒有什麼特別的 側面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背面寫了F-TOYS 然後這一面就說了有什麼種類的刀 打開之後就是正常食玩的 有很多很多盒子在裏面 下面就是寫著全10種 還有不同的種類的刀 因為它全部的盒背都是這樣的 這裡寫著全10種 但它背後的介紹只有5款 這裡就是TOTAL10盒 應該10款都在一起 現在 就來一盒一盒開來看看 不過是食玩 很不知幾多年沒有玩過食玩 原來裡面有糖 真的是食玩 然後開出來的這一把 就是主角炭治郎的刀 這一把就是早期炭治郎 在師傅修煉的時候 借給他的刀 也是他第一輪初選的時候用的刀 這把刀不是金屬做的 它是一些軟膠 你看到它非常軟 防止小朋友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刀就是這樣 還有一張主角炭治郎的刀 就是這樣放的 第二盒 還有一顆糖 這次這盒 就是富剛而勇用的日輪刀 一樣有這個底座 富剛而勇用的這把刀 有少少塗了一隻銀的藍色 我覺得都挺漂亮 這裡上面寫著 是惡鬼滅殺的 非常有型的一把刀 非常有型的一把刀 放好之後就是這樣 然後這一套就是我妻善逸 是一把閃電的刀 這個就是他的刀 這把刀其實都非常漂亮 這把刀其實都非常漂亮 還有一個軟膠製造的 扮繩的裝飾 在這裡 然後就是配一個白色的刀釗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我妻善逸 然後就是我妻善逸 這張刀只是不同的卡 其實都是一樣的 其他東西都是一樣的 然後就是炭治郎 這次就是他平時習慣用的刀 差不多是貫穿成的故事裡的 他的第一把日輪刀 在斷之前的第一把日輪刀 然後配上一個黑色的刀釗 這樣 然後就是他一張精美的插卡 這把銀色刀身的刀 就是他早期剛剛學完呼吸 然後去參加輪選的時候 他所用的配刀 嚴格來說 這把不屬於炭治郎本人的專屬配刀 這個也是一樣是副綱易用的 專用日輪刀 只是插畫不同了 終於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一把就是伊之座的配刀 這一張就是伊之座的精美插圖 伊之座的刀的特色是充滿鋸齒的 它也有做出來的 我覺得看了這麼多刀 好像伊之座這把是最划算的 最吸引 然後也有配合這個 模仿用繃帶造成的刀釗 刀柄也是 還有少少裝飾 很快就開到枝枝座的另一張插圖版本的日輪刀 最後一盒是誰呢 有什麼深水清的觀眾告訴我 已經知道是哪一張重複的刀未出呢 答案就是 又是炭治郎的刀 這個是另一張插圖的炭治郎刀 到底這張還是這張比較漂亮呢 你們會喜歡哪一張多一點呢 我自己覺得畫面右手邊的這張是有動感一點的 如果幾乎你把插圖的打開 都拿到這張插圖 就這樣看得到 好 再次來一張小插圖 我們去旁邊走 我去旁邊走 我們去旁邊走 再次去旁邊走 再次去旁邊走 多新生物 我們去旁邊走 再次旁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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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旁邊走 再次旁邊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桌面上就是日輪刀收藏系列所有日輪刀 以食玩的角度來說它是值得收藏的 可以放在這裡做裝飾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鬼滅之隱這套作品的話 經過實測後可以配合1比12的Action Figure 但是在把玩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因為刀的質素比較脆弱 所以要小心一點 這次關於日輪刀收藏系列的玩具開箱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不妨給個讚和分享給你喜歡鬼滅之刃的朋友看 記得訂閱我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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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稱讚 按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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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